第一个问题请到宋先生 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之后 现在以色列也动手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以色列动手 认为美国说的 美国动手的不够 对 因为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邮报专门有文章 而且昨天美国国防部的 发言人科比专门说了 打得很轻 只是一死两伤 而他认为是报复上一次的 之前的那个 接近这个十多天前的那一次袭击 那一次是九伤一死 这边是一死两伤 所以他要摆平这个东西 但是以色列认为肯定不够 以色列接着在 在不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挑事 希望美国深度再介入 来通过叙利亚的这个战场 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但是拜登我们知道 他非常的纠结 因为民主党现在一片反对 说你这个是外交败笔 因为你在跟桑德斯党内 辩论的时候 2019年6月30号 你明确说 我上任第一天就回伊河施压 对吧 你现在都没回 你拿这个事说事 说他们还捣乱 所以我暂时不能回 这个说不过去 所以他在这里边游移 这个游移当中 以色列希望能够推一下 把他推向这个对伊朗更强硬的 这个游移当中